欧盟推出的欧元债券包括三种可行性方案 其中第一种方案是发行统一的欧元区债券 全面代替成员国各自国债 欧元区17个成员国提供共同担保 这一种方案被认为是最为彻底最为有效的 然而这一解决危机的方案 却遭到欧元区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德国和法国的强烈反对 德国总理默克尔强调 德国拒绝将发行欧元债券 作为克服欧洲债务危机的手段 而如果发行欧元债券意味着 德国和法国要和希腊 意大利等国分摊信用等级 不仅今后融资成本要增加 而且一旦这些国家再发生债务问题 被绑在欧元债券这条船上的德法两国更难以脱身 在推出欧元区共同债券受到极大阻力的情况下 此次法德义三国首脑会晤越发引人关注 根据了解 三国首脑将在会晤中就欧洲中央银行 在欧债危机的作用 如何定位欧元区经济政策等问题进行讨论 这也是意大利新总理蒙蒂上周上任以来 首次与默克尔萨克齐会晤 此外 欧元区财长会议和欧盟峰会 已定于11月底和12月初举行 因此外界普遍认为 法德义三国首脑希望在财长会和峰会前 利用这次会晤进一步统一立场